把它改成INTELECT 也許你把它複製過來 然後這邊的話呢 把它稍微delete掉 我們改一下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換一個 那一樣啦 反正就是多了解一些其他查詢函數 因為不一樣的函數 它有不同的特點 有的時候呢 它可能比較適合A狀況 有的可能適合B狀況 那哪一個我覺得有時候不一定完完全全 一個你會通吃 就像B狀況它的罩門就是只能夠查第一欄 如果你的資料要查的不在第一欄 那很抱歉 你查不到 所以當然它每一個INDEX有INDEX的罩門 INDERLESS也有它的罩門 所以當然至少你多幾種有多幾個選項 那旁邊大概有個函數說明 也許你可以點擊下去 有時候如果實在不知道 所以稍微瞄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按確定之後 基本上 這個要找的是什麼呢 找的就是說 特別需要一個REFERENCE TEST 意思就是說呢 這個什麼意思 REFERENCE TEST意思是說 它是在這一個 這一個工作表裡面 找到的是哪一個 比如說我今天004的話 基本上我要找的是 這個儲存004旁邊這個 所以你基本上要給它的BE 哪一欄 哪一列 的完整的自串喔 就像這樣 BE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看到張紅柴的 你按確定 它會出現找到 為什麼呢 對沒錯 關鍵在這裡 TEST 所以呢 它這個函數比較不貼心 像一幅函數會很貼心的 有沒有 自己幫你加 但是它就是不貼心 所以很多人喔 因為它不貼心 所以你一做 就以為錯掉了 其實不是錯 現在為什麼 不一致性呢 所以這個應該是算它 只是 算Bug嗎 我覺得工程是不貼心 應該寫信給比爾蓋茲 跟他講說你這個函數 為什麼你不幫我加一個這個東西嗎 加了就好了嗎 可是你不加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就要自己加 我就常常犯錯 好所以特別注意喔 關鍵在這裡雙銀號喔 而且這個INDRATE 其實長得有點像 像我們VBA裡面那個RANGE物件 有沒有 RANGE是 裡面就加哪一個 哪個位置嗎 對不對 但是問題來了 欸 這有個問題 就是我現在是自己去算的 有沒有 那我等一下 怎麼辦呢 我等一下箱下停滿 那我應該 所以變成你要把這兩個分別拆開看 也就是說呢 你後面這個數字 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用什麼呢 用AND AND什麼呢 拿 上面這個數字 加上什麼呢 加上2就可以了 有沒有發現 上面這個數字 加了2之後 它就變B6 不過因為 Excel它太算 我覺得還蠻貼心一點 就是說 它如果 本來過來的東西有沒有 它假如要點它 假如003 你會發現 後面變成什麼 B 0004 上面因為是一個文字 串了之後 會變這樣 但是你會發現 因為只要 後面的儲存格看到前面AND 一律都用文字 OK 所以它遇到什麼 反正就文字 所以後面如果是一個數字 遇到AND 馬上就自動幫你轉成文字 但是呢 如果你加號 加的話 只有數字才能加 所以它前面H3 004遇到加號 自動變成數字 所以加號2之後你會發現 它會先把004 先加 變成4之後 再加2 你不能004加2 004加2會變什麼 0042吧 有沒有 0042了 如果先變 它會先變成4 再加2 再變6 這邊就B6 確定 當然如果你向下填滿 我有個問題 向下填滿 應該要什麼 B 有沒有 要變成什麼 C 有沒有 C要變成D D要變成E 那有什麼方式可以剛好 向下填滿自動就可以把 BCDE變出來 向下填滿 其實這個跟旁邊這個還蠻像的 只是說 各位還記不記得我們前面講過 有一個函數 B5是文字類的函數 叫做什麼 CHO 這個函數的話 文字函數 它這個函數主要是做什麼 去 那個內碼表裡面 刷出對應的內碼 有沒有 內碼 A的話是65 B的話是66 應該還有沒有印象這個 這好像前面講過類似的 就是在 這邊有個內碼表 ASCII code內碼表 那如果它的位置是 B的話是66 67 6869 這個指的是RT code 就是內碼表 那如果我要把它從 內碼表讀出來 我可以用CHAR函數 這個CHAR函數的話呢 我直接 怎麼樣 其實你可以 輸入66 會是B 有沒有 但是我現在要向下填碼 它能夠自動變BCD的話 你可以 加上什麼 加上Raw 有沒有 Raw的話呢 它現在所在的列是4 那你如果加了4之後 也要是66的話 應該多少 62就好了 有沒有 62 加上Raw 一樣是B 對不對 按確定之後 你把它向下填碼 為什麼因為Raw會加1號加1號加1號加1 BCE就做出來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 放在哪裏呢 放在這個 B的位置 把它取代掉 有沒有 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就抓B的東西 B的 BCE 然後面這個是抓它的列 所以其實 我們其實也是 跟Index來玩一下 Index是 先列再藍 這個是先藍再列 那這個的話是一定要文字 Index一定要是數字 所以你會發現 Index跟那個小時物件 小時物件前面是列 後面是藍 而且都要數字 那Range的話呢 就是一個文字 跟Index還蠻像的 OK 所以按打勾 向下填碼 錯為什麼 因為我這個 又忘了說 OK 所以加個剪刀符號就好了 好 打個勾向下填碼 所以張宏才 沒錯 向下填碼 0.6 挖過來 沒錯 OK 所以又多學了一個 所謂的 In the Red 不過相對啦 你看它還蠻 蠻延長的 這個 就是 變成B 這個就變成8 所以它自動挖到B8了這樣 OK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盡量理解啦 因為這東西其實如果你懂之後 我覺得就變簡單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 完全沒用過 直接去看書裡面的 講的 你會發現 你看半天講還是看不懂 所以這東西其實 並不難理解 那當然我們這個地方 多了一個部分 因為我希望能夠向下填碼 所以向下填碼用到一個參照 函數叫Row 自動能夠把 BCDE給自動產生出來 這一招還蠻好用的 因為 以後的話 如果你要產生任何的藍位名稱 其實 也可以用類似的方法 也就是說你的 數字一樣可以產生 英文 英文的順序 他一樣可以用 那個數字的方式 把它變成連續的 所以只要66 一直往下 你就是一直抓抓 那你可以配合 ASCII code內碼表 你可以自動抓到 ABCDE的264 其實可以產生出來 這裡的話 可以用來自動作詞